我都會先問大家 是怎樣你會來這裡 為什麼你會來這裡 什麼人叫你來 什麼人 還有樓邊來 樓邊叫你來 還是拿到三團團就來 還是看網路看看就來 看網路 有人說這裡是詐騙集團 你們來這裡洪詐騙嗎 像張妹有兩隻客 今天上到這裡 有疑問 對民政府有疑問的 有沒有 沒有 因為上這個三天的課程 還有下個禮拜 還有所謂的高級班 如果大家對台灣的未來 台灣的未來的社會 我們的環境 有報復的 不是報復 有心有報復的 想要為台灣附上一些努力 讓我們的後代子孫更好的 持續的來參與民政府的 每個階段的訓練 這都要付上代價的 我們來看這個課程 解讀與解讀 因為國際法 國際法用我們在講的東西是法律 不是在講感覺 不是在講感覺 你說你是什麼人 是在講法律 法律定義上的人 不是在講你血緣 DNA定義上的人 所以如果我的爸爸是日本人 我媽媽是美國人 那我生出來我是什麼人 混血兒 可是我是什麼人 混種人 要從法律定義上 要從法律定義上 如果我拿的是美國籍 那我就美國人 我拿的是日本籍 我就日本人 如果我爸爸媽媽結婚 在德國生下我 我拿的是德國籍 那我就是 就是這個 我們在講你是什麼人 是在講這個東西 絕對不是口號喊一喊的 我們來看 一些國際法的觀念 來了解什麼叫國際法 過去我們的教育體系裡面 沒有教導我們這種東西 所以我們不懂得看媒體 不懂得看國際社會的局勢變化 所以我們今天解讀的課程是這樣子 來講這個 那因為我們過去69年受到的 錯誤的教育的污染 跟價值的植入 錯誤的價值觀念植入 導致我們看事情 看東西都是扭曲的 我們來解思想的毒 先解思想的毒 台灣人在這69年間 從1945年到現在 我們的認知已經完全被扭曲掉了 我們忘記了自己是誰 我們忘記我們自己的身份是什麼 思想混亂 我們看空襲這個議題 空襲的概念 誰空襲我們 有沒有其他答案的 誰空襲頭彈 頭丟台灣人 誰 會有很多不一樣的聲音 有人說 中國 有人說美國 有人說日本 很多人其實是混亂不清的 為什麼同一個問題 問台灣人的時候 竟然出現 兩種以上的答案 這就是我們思想 教育錯亂了 我們看一下案例1的影片 這是在高雄迷陀的路邊 賣香腸 賣不允許的阿伯 自己封問 封問他的論述 他的回憶 的記憶是這樣子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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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在美鳳公河 那幾年幾歲? 那幾年幾歲 那幾歲是什麼人跟你說 你說你知道嗎? 那幾歲在美鳳公河 還不知道那幾歲 那幾歲都不知道 那幾歲你住在台南 台南 所以你的印象就是 那是日本人在台南 對 那是美鳳公河 那是日本人在台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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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中國來的 中國來嗎? 中國要來 以前後來就中國不來 中國不來 那時候日本要回來 我還知道 那時候四歲 日本要回來 民國三十三年 那是 所以你對日本的印象有什麼 日本的印象 以前是很怕 他說民國三十三年 是一九幾年 四四嘛 一九四五年戰敗 記憶有沒有錯誤 不對吧 應該是三十四年 應該是三十四年 一九四五年 他說兩歲的時候躲防空 一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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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我們跟日本一樣 我們台灣是日本一樣 對 日本空是台灣 矛盾 就是錯亂矛盾 矛盾率就存在我們頭腦裡面 他說他那時候四歲 那時候四歲 69加4 73歲 那個阿伯阿 今年73歲 他說他四歲的時候 上個禮拜六的今天 中午你吃什麼 你都忘記了 除非你生日 要不然你忘記了 對不對 他69年前 他能記那麼清楚 很多認知其實是被後來的教育 改變了 扭曲了 中華民國加上了台灣 這兩個概念加在一起 經過了69年的洗腦 我們今天這樣子 變成這樣子 變成這樣子 變成這樣 這是我們台灣人今天最嚴重 認知的問題 最嚴重的問題 就出在這裡 我們活在政治 就是出在這個問題上面 其實大家的頭腦都已經洗成中國腦了 我們想法講話都是中國思維 可是大家的嘴巴說我是台灣人 我們現在台灣的人大概都是這樣思想的 不論你是哪一族的 你是什麼閩南族 克族 高沙族 無論你哪一族 外省族都一樣 今天我們很嚴重的問題就出在這裡 我們已經被殖民了 殖民了69年了 中毒的現象就會用中國愛台灣 我們很習慣用中國的東西來愛台灣 把中國東西當作台灣自己的東西 這個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 用中華民國的象徵旗子 當作是台灣的旗子 甚至到國外 我們已經被洗腦了 甚至到國外還拿這面旗子 跟外國人把外國人當作洗腦的對象 跟他們說我們台灣就是這面旗子 這面旗子就代表台灣 可是外國人清楚 頭腦清楚的很 他們頭腦清醒的人很多 他們很清楚的知道 這面其實不是台灣 可是台灣人已經很習慣了 最嚴重的認知問題就是這樣子 我們來解教育的毒 黨國教育 中國的本質就是這個 白賊嗎 兩個字還可以濃縮成一個字 剛好 最後的兩任 剛好 這不是天意這是什麼 台灣人今天 自立大測驗 不知道今天有一個自立大測驗 大家選到要去投票 到不去投票 這就是自立大測驗 這就是自立大測驗 不是國旗的國旗 我們都拿一旗不是國旗 但是我們都當作國旗 上網找全球旗字這四個字 你會找到一個網站 他在介紹全球各個國家的國旗 你就會找到這個叫海軍旗 我們拿了一個海軍旗 歌公頌德的69年 他竟然是海軍旗 而不是國旗 中華民國 他正統的國旗是這一支 武社旗 武族共和 和滿盟迴 武族共和 沒有憲法 沒有台灣的假憲法 我們說我們有一個憲法 憲法在1946年制定 他的前身是1936年的 中華民國憲法草案 我講的這部憲法是 他的前身是五五憲草 他裡面的固有疆域是一家 固有疆域 你看這裡有一個蒙古 這個蒙古已經建國 東北三省熱和是滿洲國 這裡面沒有台灣 固有疆域沒有台灣 經過了幾次的國民大會修改 還是沒有台灣 到今天都還沒有台灣 你看喔 美國150周年 慶生 國慶的時候 他印了一張郵票 給中華民國 去慶生 說我們這位 我來慶幸一下 我出生150周年 你看這個領土裡面 有沒有台灣 海牙第四公約 合法政府的權利 實際上如果已經落入了 占領者的手中 占領者應該採取一切的措施 維護公共秩序 除非萬不得已 因動當地現行的法律 我們在1945年 就戰敗的那一年 4月1號 大日本天皇就下了詔書 讓大日本帝國的憲法 在台灣這塊土地實施運作 換一句話來講 那個時候我們台灣人 跟內地日本人平起平坐 可以從軍參戰 可以從政成為國會議員 拿綠卡可不可以投票 可不可以在美國投票 不可以啦 你綠卡只是一個居留權 可是你拿公民證呢 可以吧 拿公民就可以參政 可以投票 美國是這樣子 各位現在手上拿的中華民國 身分證是國民還是公民 我們莫名其妙投了那麼多年 對不對 沒有投過 有的人已經完全放棄了 我曾經非常的熱血 參與這種選舉 可是 來民政府知道才知道 原來我的一生好像 浮雲一般的虛空 來 沒有漢賊不兩立 這教育制度上 一直在欺騙我們 他任何有辦法欺騙我們的 地方都在欺騙我們 目的是為了要扭曲我們原來的思想 跟原來的價值觀 誰退出聯合國 誰 蔣介石 集團 還有嗎 有沒有其他答案 誰退出聯合國 中華民國 保留 答案保留 我們看下去 2758 決議 回顧 聯合國憲章的原則 這邊有寫 承認中華民國 政府 的代表 是 中國在 聯合國組織的 唯一合法代表 這個時候 恢復他 一切權利 承認他的政府 代表 他的政府的代表 為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 唯一合法代表 並立即把 誰的代表 蔣介石 從他非法佔據的席位上 驅逐出去 所以誰才是賊 有人說 中文我們自己打就好了 台灣民政府的人自己打 然後弄得模糊一點 好像是文件 對不對 自己上網就可以查 就可以找 你就找 2758 聯合國2758 這個去找 你就找得到 或者是 1971年10月25日 這個時間點你去找 就找得到了 抄了 我們再請那個 台上 開那個Google 開Google一下 我馬上找聯合國的資料給你看 馬上找聯合國的資料給你看 你看連Google今天都在推播助欄 幫助我們加入這個 那個政治煉獄當中 來 我們找那個 那個UN 然後這樣子就好了 然後打那個聯合國 United Nations 沒有 或者是 或者是那個 不然你就直接打聯合國好了 聯合國不會啊 這個Google的 是開放的 好 來這裡 有人在樓上在走 為什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 你那邊看可以的時候舉手一下 我再給大家看 好 我們繼續看下去 這英文的 英文的版本 資料是英文的版本 這裡啊 驅逐 立即驅逐 江海市 江海市 這一些 非法 安安良福利 非法的席次上 來 解讀一下 這個對不對 這個說對不對 1971年台灣推出聯合國 为了充满联合国 我们主张公投入联 这种说法对不对 不对 哪里不对 对了 这逻辑大家逻辑上就很清楚 你没有加入 你根本加入联合国的这件事情 都没有发生 怎么会有退出呢 然后 没有退出 就不会产生重返的问题 那没有重返 我们现在在主张公投入联 在主张个什么东西 独害了在主张公投入联 这件事情 到底在主张 什么事情 什么意义 他在主张 中华民国 返回 可是事实上 中华民国这个名称 并不在联合国里面 联合国里面只有一个名称叫做 China 就是中国 也就是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你把它缩小一下 缩小一下 然后找那个 他的会 会员 他有一个 那个 会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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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会员国 点那个英文版本 好 这里有没有 联合国名称 常任理事国有五个 中英法二美 然后美 中英法二美 五个 那这个中就是China 中就是China 而且你注意看 10月24 10月24 那个时候 那 好 这个可以关闭了 所以一个中国政策是什么 就是 我美国 对中国这个地区 这个国家来说 你们家就是一个中国 无论你分裂成四个政府 五个政府都没有关系 无论你叫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共产 苏维埃什么共和国 那个中华民国都没关系 你这边只能出现一个代表 进驻联合国 因为常任理事会有否决权 为什么有两德 有两韩 却没有两中 中国人很擅长分裂这件事情 如果你分裂成十个政府 你要在联合国里面有十个席次 每个十个席次都有那个否决权 这样联合国就乱了 就不用裂了 一个中国政策就是这样 违法的假戒严 戒严的时间点 这个时候实施戒严 包含台湾本岛 澎湖 其他附属岛屿 战争法规定 军事政府挟支领土 视为外国 军事政府 中国军事政府 所挟支 大日本台湾领土 就外国啊 为什么说呢 违法假戒严 因为戒严这件事情 是要执行在自己国土上 就是你的领土 你实施戒严 什么时候要实施戒严 就是天灾人祸 大地震 像卡吹纳巨峰 美国卡吹纳巨峰 那个地区的实施戒严 不是专国 紧急天灾地变 或者是战争状态 实施戒严 别人的领土 你也在帮他们实施戒严 我们是去选择 我们是对中国军来说 是外国领土 他帮他们实施戒严 什么意思 他要骗全世界 台湾是我的领土 就这件事情而已 他的动机目的就是这样子而已 偏去做兵 有做过兵 还要公约 禁止强迫被占领地居民向敌国宣誓效忠 当兵就是效忠 效忠你的国家 为你的国家炮头颅撒热血 美国占领伊拉克 以打倒海山政权 占领伊拉克 美国军队进驻伊拉克的时候 有没有把枪炮 坦克飞机交给伊拉克人民 要要求他们当美国人的兵 没有吧 没有吧 对不对 结果中国占领军来的时候 先把我们视为 其实从以前到现在 他都认为我们是皇民的后代 我们真正的身份也是皇民的后代 在制度上的身份是这样子 我们先不要把情感放进来 因为情感一放进来就混乱掉了 我们真正在制度上 我们是皇民的后代 所以选举权 郝伯春会讲 你就皇民的后代 文耀我们是皇民的后代 所以228杀的是谁 皇民的后代 中国人最痛恨谁 就是这样 你这样看新闻 你才会知道是怎么他说那句话 那句话不是血气的话 他是讲实话 假的首都 我刚刚从刚到现在 都一直在讲中华民国欺骗我们 他在说谎的东西 我们一一把它解开 中华民国的首都在南京 对不对 对吧 有没有其他的说法 首都在南京 没错吧 首都在南京 他说中华民国死了 中华民国死了吗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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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世界都不承认了 可是他附身 虎兴你知道 虎兴在台湾人的身份上 在我们的头下来 首都在南京 为何现在在台北 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 首都在南京 为何他现在在台北 骗嘛 所以新闻不是说 联圣文如果这次没有选上 中华民国就完蛋了 什么意思 首都在南京 你又不是在选南京市长 他现在在选什么市长 台北市长 就是他今天为什么会在台北 流亡政府就是离开他的国土 领土 到另外一个国家的土地上 寄居在某一个城市 这是国际法上面给他的限制 他不能到处乱跑 他必须寄居在某一个国家的城市里面 叫做台北市 中国流亡政府就是流亡到台北 这叫流亡政府 就像达赖流亡政府 达赖流亡政府 他就是从西藏离开 那流亡到印度的达南萨拉的那个城市 他们也有办选机 选他们的管理人 他们的治理当局 印度人敢有去参加他们的选机 没有嘛 这个流亡政府来到台北市 结果就像台湾人去参加他的选机 大家选到很高兴 我们手机的禁锁 不要影响到一般的人在听口 所以中华民国流亡政府 他这就是流亡政府 但是我们今天一直认为 他是我们的政府 这就是原文 中国政府在台北市 中国政府在台北市 缩写中国台北市 他在外国 在外国都说 他是中国台北市 但是回到台湾人 跟大家声音来说 我是中华民国 我是正统 我要反攻大陆 反攻大陆 反到现在 我被大陆反攻 用来骗台湾人的 我们的改文化的栋 文化的栋 也很沉 在我们文化当中 你敢是炎黄子孙 你敢是炎黄子孙 他们教出来 你认中文认中 你都变炎黄子孙 对 就很冤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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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四十年 五十年出 民国五十年 现在新年文化 你几年级生 六年级 民国六十年到六十九年 是不是 这就是民国的概念 在我们里面 拆掉了 这跟我们没关系 连科你说 我绕合几年 算不出来 你用西元 大家都知道 因为今年2014 倒推你就知道是什么 改称中国不称大陆 大陆是地理名词 亚洲大陆 非洲大陆 美洲大陆 澳洲大陆 欧洲大陆 南极大陆 由我大陆来的 你是南极来的 企鹅就是南极来的 北极上的 没有北极大陆 北极像兵而已 来 注意看 媒体经常出现这种讯息 他在混淆我们的认知 日退役降临 日是什么人 日本 中日海战 中是什么人 哪有没有人说中华民国 共产党 没关系 中国嘛 日是日本嘛 海战就是海上的战争嘛 海上 中日两国战争之后 出现一个大陆国 必败 在中国跟日本打 出现一个大陆 说我输了 必败 所以一直在 媒体一直在串联 就是中国跟大陆这两个字 自词 词汇 一直在做互换的动作 导致我们分不清楚 你在语言上模糊 就很容易被操作 改称中国人不用外省人 知道为什么吗 这会铺陈我下一次要下面要讲的 因为我们如果习惯用语上面用外省人的话 假设 我说你外省人 假设我们举个例 你广东省对不对 我什么省 台湾省 你山东省台湾省 四川省台湾省 山西省台湾省 新疆省台湾省 你一省我一省 我们上头是什么 一个国家 我们是同一个国家 同一个国家 同一个国家是哪一国 当你使用外省人的时候 你就是在同意 我跟你是同一国 在我们的意识形态里面 就已经是这样 所以你很习惯 中国是我的祖国 你很习惯 请用中国人不用华人 华人是什么意思 经过学习中华传统优良武力 五千年文化 只会使用汉字 使用中文 会用筷子的 都叫做华人 黄色皮肤的 都叫做华人 那是这样 那不是这样 对 对 对 这样的定义 这样去涵盖就对了 韩国也是 只是他们现在稍微有改字而已 也是 对 那个西藏那个根本就跟我们语言 完全不一样的 也说他们是华人 最近中国也说 台湾的高沙族原住民也是华人 也是中国人 全世界都中国人好了 都没有这些问题了 解政治的毒 咱们有一些问题 过去我们有觉得台湾这块土地 应该要独立的思想 上次产生这种行为 要去游行运动 或者是想要投票 这一类的想法的人 请举手 有没有 我就是这样 不用担心在这边不会被人家清算 不用担心 我就是这样 我之前就是支持台独 台湾一定要独立 没有独立没有前途 可是呢 从来没有想过台湾要怎么独立 来到民政府读了这些国际法 然后这些资料历史资料才知道 晚来台独都是虚空的 我分析给大家看 国际法说占领不得已转主权 这是一个铁则 但没有一本书写着占领不得已转主权 但是有相关国际法会对这样子占领军 有一个限制 就是刚刚我写的 占领者需要尊重当地的现行法律 占领者不得要求当地的人民 效忠当兵 这个就是占领不得已转主权的原则 那另外一个是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 如果流亡政府可以就地合法 会发生一件什么事情你知道吗 我中国就派一群人 然后组成政府 然后我逼他 然后他就流亡到纽约 纽约就地合法 我再逼他流亡到加州 流亡到温哥华 流亡到巴黎 全世界都变中国的 就是这样 不得就地合法一下 占领不得已转主权就是 经过战争的时候 军队进驻的时候 这个地方的领土本来的主权是谁的 就应该是谁的 这叫占领不得已转主权 任贼做父 流亡政府 将流亡政权当成自己的政府 就是任贼做父 蔡英文说流亡政府是中华民国 结果莫名其妙又变成 中华民国就是台湾 我们用逻辑交换率来看 流亡政府等于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等于台湾 是不是等于流亡政府等于台湾 流亡政府等于台湾吗 根本就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他把它等化了 可是民进党的决议文里面 却是这样子写的 我们看一下那个决议文 上网你们也可以查 就是打那个前途决议文 你就找到了 我这是把他叫出来 给大家看 比较快 看一下第十八页 直接打十八 那第三段 这边有写 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他就说他的领域是这样子 主权独立的国家 固然依目前宪法称为中华民国 这就是拿白人的衣服来穿 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有关独立现状的更动 必须经由台湾全体著名 以公投投票的方式决定 依目前宪法称为中华民国 台湾等于中华民国是这段的意思 民进党这个以前以台湾人 本土台湾人那种代表自居的党派堕落 所以他们认为台湾现在就是一个国家 一个政府 这是我们现在的名字叫做中华民国 所以我们在推动修宪 正民推动那个 或者是不想要推动现在另外一种新的叫自宪 中华民国不等于台湾这个概念 一定要深深刻刻的洗进你的头脑 这样我们才会由这个政治建议脱离出来 但从思想先脱离出来 我们的身心行为才会脱离出来 流亡政权不是台湾的政府 可是现在一堆人去投票就是认为 流亡政权就是我的政府 你不投票你就会整晚红旁旁旁旁了 你不投票就是这些为非作歹的人 还在上面享用我们的资源 还在上面贪污 政府还在上面做这些为非作歹的事情 所以赶快进去选举 我们期望大家有一股清流出来 所以最近 藏啊 藏你打出来你看 很多都唱歌 抢救什么清流的一席 他说抢救清流的一席什么意思 其他都不是清流 都无流 认同美国的一中政策 一中政策我们刚才说了 一中政策过去我来上课的时候也说 要承认一中政策 结果 我所感觉说不对 他也可以承认一中 结果我会害怕 我们来承认一中政策对不对 对吗 有人感觉没啥特洞的有没有 没啥特洞 没啥特洞的原因是这里 这个啦 对不对 对嘛 不可以承认一中啦 我问大家 美国人有承认一个中国政策吗 有吗 有啦 美国人最重要的 他长久以来都一个中国政策嘛 我刚才不是说了 一个中国政策是什么意思 就是全世界中国 中国这个在联合国的11次叫做China 一个名字啦 不论你里面什么政府都是同样啦 你分裂到十几个政府 都在联合国里面 只有一个 10位而已 他可以叫做中国啦 就叫一个中国政策啦 所以我们在队在承认一中嘛 要怕我们去中国通认是什么 这个我们是什么人啊 我们是什么人 台湾人嘛 台湾人为什么要怕中国通认 是因为你的心来根本就不是台湾人啊 我们的心来是这个啦 我们的心来跟他们一样 我们都是 我们执认我们是中国人 中华民国人 我们执认我们是中国人 所以 我们要 举着红旗打红旗嘛 举着中华民国 这叫中国的红旗打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只红旗 所以其实我们的心来根本 我们是中国人啊 今天要一起解读 加这个问题 你不是中国人 你是台湾人 你是本土台湾人 你不用去 去盯人的这个新主 牌子 一个叫中华民国 我们这一中 所以学运这段是要走到美国 开旗子会 跟美国人说 叫你放弃一个中国政策 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 美国他有可能承认两中 一个中国 所以我们要承认一中 你本人承认一个中国政策 你本人会怕那种通议 我们会怕那种通议是因为 我们的思维 我们的心思想法 都被绑架进去中华民国 这个架构的概念 所以现在有人不算计去叫他 叫他卖投票的叫他 是这样 中华民国不等于台湾 所以我们要改台独的独 台独和通议的诉讼 那对来的不知道 其实我们很去想 很恐怖 我们仔细去想 非常可怕 什么叫统一 定义一下 什么叫统一 要乔折会 狗狗做一趟 你怎么各个都狗狗做一趟 什么叫独立 公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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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我们的顶头有一个公母 是共同的对不对 所以我要独立出来 是不是 统独的前提都是同样 都是一个共同的国家 通人也是 你感觉有一个中国 我感觉有一个中国 你是中国人 我也是中国人 我们感觉要建立一个共同的国家 还是说合并 合并回到共同的国家 合并回去共同一个国家 所以统一 你看统一 不是泡米喔 合并回一个国家 叫做统一 所以东西德国人合并回德国 南北韩国人想要合并回韩国 两岸中国人想要统一 成为一个中国 没有问题吧 两岸中国人想要统一回一个中国 你是什么人 他们要统一 要不要为他们高兴 要人家要回家 你们高兴 怎么会不要 我们现在就是一个人就是说 拜托你不要统一 你流着来啦 你不要统一啦 我们独立啦 那一个人就是这样 是不是 所以两岸中国人想要统一 你跟我们屁事 跟台湾人有什么关系 他们要签EKFA 跟我们什么关系 大家有看过EKFA的文件有吗 看过车牙手 不要看过车牙手 还有一个人 我媒体会说要换啦 什么人说民进党要说的 要换啦 今天我们在换一个 我们不要看过车牙手 不知道在换什么 我们看一下EKFA的文件 你们上网也找啦 你们上网就找了 尤其现在找出来 给大家看 EKFA的文件 你国际条约 Treaty 或者是协议 Agreedment 都会在下方会有两兆的签证 就是要向方的一个签署单位 跟名称 EKFA来我们搜寻 搜寻 你要打台湾两个字 台湾 搜寻 EKFA的文件里面没有谈到台湾 台湾不知道在换什么 他有内容 公布在网站 公布在网站 来 他搜寻不台湾 我们看最后一页 他谁签的 最后一页 最下面 它是财团法 公司方向的 海峡交流基金会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 两边的协会 财团法人在签的 所以中华民国也不是国家 它是财团而已 这些东西 台湾人没有了解 翻到要死 那个有没有服帽那一个 服帽的文件 EKFA是金帽架构 母法 然后服帽 货帽 其他的都是架在上面 服务贸易协议 来我们看最后一页 有没有 什么人签的 那不是马英九和习近平 不是啊 台湾人都不知道在翻什么 他想要签这个 他要撤退 他要做生理 要不然金门马祖什么特产 高粱九的 能做什么 他要回去平坦 他要做生理 就要有一些法 法政签下去 以后他要做交易 他就有一个法律 可以运作 要不然香港也没有撤产什么东西 为什么他可以做一个 所谓过去的东方之株 一定有一些法律层面在上面运作 签这个东西就是 表示国共没有对立了 还有一个问题 国制法都减减下去 条约的签署之后 双方的国会要同意 然后在立法会员 或者是他的相关法律单位 要立法通过这个 协议 或者是条约 国际法都是这样子 可是呢 为什么这个福茂或 这个 那个EGFA 它下面是两个 基金会 而不是国家对国家 为什么 为什么 中国有没有国会 有嘛 有人大会嘛 国会嘛 中华民国有没有国会 嫁的啦 嫁的啦 但是 也必须要做一个 说条约还是签佑嘛 要用什么去签 用公司嘛 基金会嘛 财团欢迎嘛 海峡关系协会嘛 用这个 去签嘛 现在MUITATE的一个炒作 拿回台湾就说 这个立法会通过 不知道这段 学生会去宣立法会 因为你根本搞不清楚状况啦 你觉得这个通过对台湾就怎样 他现在在我们这里有一个管辖权 他对我们实质上的影响力 确实是这样 但是我们今天要把这个 摆脱掉 要把它切割掉 我们就不能去参加他的選计 不能去 消极上的不配合 有人会说 我参加民间府后 我是不是不要买健保会 不是这样 健保费是保险嘛 健康保险嘛 办法是什么人 我们自己啊 你没有立钱就不能看医生 还是说看医生会比较贵 最爱的也是自己啊 他是一个制度啦 健保是一个制度啦 无论以后的政府怎样演变 这个制度会延续下去 还是说他会做一些调整嘛 他不会消失去嘛 所以也是要立钱保费啊 是不是 叫你不要选举 这个很简单 还没开到钱的事 结果很多人 就没法打败掉 会责 会责 好 这个要禁掉 所以两边的人想要统一回一个共同国家的概念 就是统一 所以他们那时候来 怎么大家都自然来的 没有嘛 1945年来的 中国人大家都自愿来的吗 不一定啊 还有后期来的嘛 然后有的人是被共产党追杀的 有的人是因为被国民党抓来的嘛 强迫分离的 被抓来的当然很想要回家 被追杀的当然不想要回家嘛 对不对 就有这两群人嘛 然后痛恨的就是中国人啊 痛恨共产党是中国人嘛 没错吧 然后喜欢回去中国的也是中国人嘛 现在积极的跟他们做生意合并的 不反共的 国共一家亲的也是中国人啊 对不对 可是当年来的时候他们都是中国人 他们来到他国的领土要不要团结 要吧 所以选去的时候不是说 蓝银铁票舱有没有 那都是中国人啊 要团结嘛 要投给自己民族中国人的候选人嘛 台湾人如果团结 选举会是那么 输得那么惨嘛 问题台湾人根本不认为自己是台湾人 我都好说 头脑里面是中国人 他们要团结 在外面要团结嘛 结果中国人69年来 教台湾人痛恨共产党 有没有 共产党对我们做了什么事情 有屠杀台湾人吗 谁屠杀台湾人 大家现在那么优越感的 那么喜欢加入国民党 大家都忘记了 没有头脑这种思维的人 他教我们痛恨共产党嘛 他也教我们痛恨日本人啊 对不对 有没有 奇怪了 真的很奇怪了 教台湾人痛恨日本人 就是在痛恨自己的祖先 你的阿公阿嬤 我的阿公阿嬤 在日本的社会 就已经留佛杰在这里 在这个国家制度 这个佛杰的制度上面 我们就是日本籍的人 有人说你自己民间府 你都要做日本人啊 其实那种鄙视 还是看清日本那种观念 也是被教育出来的 也是被教育出来 我们觉得日本人 就是那种乌烈没帖 祖地歌 还是说有的没的 都负面的 其实你如果中国人说的话 他如果说人贪污 就是他贪污 他如果说人作票 就是他作票 他如果说人子老虎 就是他自己子老虎 因为我们用通敌 六十九年我们很艰苦 甚至如果变得要选举的时候 他就用中国来跟我们贪污 说你如果投给台湾人 就会战争 是这样 他会跟我们贪 用什么人跟我们贪 用共産党啊 共産党也很 很乖作戏 说会对 我给你部署 两千多克飞弹 知道这些新闻吗 我请问大家 如果要打台湾 需要两千多克的飞弹 不用吧 我请问大家 两千多克飞弹 是在对付什么人 是在对付什么人 如果打台湾 不用两千多克 请问他 打得那么多 他要对付什么人 我们后面有这么好 就是这样 我们每次都 两千多克飞弹 走到要死 我们要去倒兵 想到他两千多克飞弹 是怎样要用到两千多克 台湾国军的 他你落 对不对 他你落 应该落伍 还是说他你软弱 怎么需要两千多克 做过兵的大家都知道 我们出去打可能不及三天 就要导航了 因为我们万分通义 我们万分共産党的通义 我们感觉中国人的共産党 的通义是很不好的 因为我们讨论他们都吃糗粮 他们都没什么糖粮 或是说都很艰苦 吃金礁费 结果他们那边也跟他们的中国人 说我们台湾人吃金礁费 因为我们万分通义 所以 我们想要独立 我们想要把这段 让共産党对筛人的中国人 独立 独立就是脱离中国 统立就是回归中国 中国人想要回归的 就是统一统派的 中国人想要脱离 被追杀的就是独派的 我们台湾人就是因为被 被教育被恐吓 结果我们就站在独派的这边 但是实际上现在当政者 他们是想要统一的 他们又不允许独立这件事情 发生了 中国也不允许独立 可是中国不允许独立 不是不允许台湾独立 因为根本台湾跟他们没有关系 哪有独立这种问题 是不允许中华民国 在他国的领土独立出去 独立 所以中华民国独立 是从哪里独立出来 独立就是这个议题 所以台湾人有三种 台湾人想要跟中国通过的人 台湾人想要追中国独立的人 以及在座的国民 我们照着国际法 可以慢慢恢复我们原来的身份 台湾没路 没有啦 No way No way 就是没路 我们没路 也就是没办法 法可以一步一步 倒回来 没有法则可以依循 我们自己想想的独立就是这样啦 要公道 要全体公道 结果公道法 要经过流氓政府的立法院 同意同贵 你不觉得很矛盾吗 没效嘛 再来收到路线就是该那双鞋啦 给白人的鞋来穿该那双鞋啦 不记得我们原来已经有一双鞋啦 公主管已经独立了 收到可以取得法理独立 建立台湾联合共和国 修谁的宪法 修宪是在修谁的宪法 修别人的宪法嘛 对不对 如果拿中华民国的宪法 可以把它修成台湾 那为什么不拿日本的来修 日本也有宪法 或拿美国的宪法来修也可以 如果修成台湾可以 为什么不把自己台湾国号改成美国 也可以啊不是吗 如果修宪这个法则可以通的话 我们就改成我们是美国 或者是美国的一个台湾州 或者是改成日本的 或者是改成英国也可以啊 那不行 修宪都可以快点收贵就好了 那就可以了 是不是 就是不通嘛 制度上的转变 当过双鞋就现在 今天大家在笑的 透过选举一直不断的轮替 让绿营执政二三十年 台湾就独立了 那有可能 去车三一二三十年都不会变这个 车 因为制度的问题 制度不可能说你 改一改就就可以了 就算我们全民公道 两千三百万人都有投票馆 都把他投说 我们要变成美国的一支也不行 那是制度上的问题 那是制度上的问题 不然全世界都投票 每一个国家都投票 都变成美国 所以都没有国家 美国不知道要反恐怖分子 要反自己人的恐怖分子 所以独立也步入统一 如果我们独立的话步入统一 独立的前提就是 你要先感觉自己是什么人 自己定位在哪里 你到底涉及到一个国家 你是什么人 就是从一个国家而出 处于一个国家状态 属于一个国家的一部分 从母国独立而出 加拿大的魁北克要从加拿大独立而出 苏格兰 克里米亚从乌克兰 加泰隆尼亚从这个西班牙 属于一个国家的殖民地 这种状态 你自己的身份 如果是属于一个国家的殖民地 你就可以独立而出 从宗祖国 印度他从以前的宗祖国是大英帝国 所以他从大英帝国独立而出 所以我们来看 魁北克 你从魁北克他想要独立这件事情来看 魁北克 你可以找到他的母国叫加拿大 克里米亚你可以找得到乌克兰 往上找嘛 苏格兰你可以找到大不列颠王国 就是大英大不列颠王国 加泰隆尼亚你可以找到母国西班牙 印度你可以找到他以前的宗祖国大英帝国 台湾你往上找是什么东西 我们的祖国是哪一国啊 根本独派人士这个问题问一下去就倒了啦 你要从哪里独立出来 你往上找嘛 每一个国家在独立的过程当中 一定有一个国际法定程序 以前印度的甘地要带印度人独立 不配合运动啊 不要配合那个英国的统治 都不配合 要抓就给他抓 就是不配合运动 我们现在也要推不配合运动 不要选举嘛 所以举办独立公投的那一天 形同宣告统一啊 因为我们要共同 我们要独立啊 要是什么 我们的祖国是中国 台独的人根本不知道他的母国是谁啊 台湾是个国家吗 有护照呢 有钞票有邮票呢 如果是 为什么美国反对台湾公投入联 大家都没有注意到这个讯息 为什么美国说 这其实不要看标题 你看这里 美国不支持台湾加入 需要国家地位的国际组织 需要国家地位 我们就没有国家地位嘛 如果不是 我们不是国家 我们是什么 我们不是殖民地 是不是 我们如果是殖民地的位 我们就可以公投了 联合国的那个 人权 那个 联合国的宪章啊 人权公约里面有提到 殖民地的人民是可以 经过公民 就是大家的表决 可以独立的 独立也要宗祖国 我们要一个宗祖国 我们要一个宗祖国 来同意 我们宗祖国是谁 日本帝国 不是现在的日本 台湾的祖国是哪一国 祖国是什么意思 怎么定义 祖公祖妈 阿祖的国 祖国就是阿祖的国 你的爸 年纪比较大的 就是你的爸爸妈妈 如果我们年轻的就是阿祖阿祖 更年轻的可能是阿祖 祖妈 这样 不是在门人 祖国 就是那个时代用一个 有秩序 有法律制度 管理我们台湾 建立台湾的法律制度 社会层面的国家 叫做祖国 所以你如果去申请新闻情 你要去办这个 不是本土台湾人没这个 你就是本土台湾人 你才会有这个 所以说这就很详细 在管理人民 你的户籍 你在户籍的时候 由于户籍到这里 就很明确去定义 有效率的知道人民的动向 这叫做祖国 1988年 我给一个龙猫的卡通出来 我在看这个卡通的时候 我发觉 似曾相似 这人穿什么三户 这人穿什么三户 和服 这人穿什么三户 你有穿过和服吗 没有 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 有没有 算啊 怎么不算 这我本人 真的 这我本人 我是来民间府 过去找 我小人有这张照片 所以我拿这张照片出来 所以 我才是 日本人 日本台湾人 是吗 日本人说 哪里 就是这样 这张照片不是为了我做的 这张照片是我的阿公阿嬤在 那个时候 你在想说 那个时候没什么 哈日子 哈寒子 没这种东西 阿公阿嬤他们就是受到日本教育 正通的教育 讲日本话 会要删日本 会要删漢尼 不是中文 是漢尼 他们穿插 正式的 其实 其实都修化 只是说 孩子会给他穿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就是 那时候穿天下是很暖的 虽然是冬天 你要知道 台湾的南部是没有冬天的 有看过这个吗 这个是那个影片里面的 我们过去就是这个 我们的文明就是这个 整个 如果现在没人在穿水 他现在一个 你就打下去 打在头上 第二水就可以抽起来 对不对 有看过这种 古早汤书有没有 古早汤书用什么查责的 蜘蛛棘 或是 草木 蜘蛛棘 蜘蛛棘 鸡 你如果鸡 鸡 立文 蜘蛛棘 所以草木 叫做 Snow棘 那个棘 就是 唱我的意思 你看 这个汤书 这有一个圈子 有没有 以前是不是这样 以前一个汤书 就很 很漂亮 里面就装到 很精致 有没有 现在都索杆的 对不对 以前你 有挂过蜂蜂蜂吗 你有看过这个名称吗 有没有 有看过这个名称吗 有有牙手 我看看 台座几个 你看 你看 为什么 我们有这种记忆 这个就是 我们睡觉的地方 以前 公车有这个人 人物 像这样 一台公车 有两个公务 你玩的 在打票 因为 以前 不是说 一定有牙手 还是说 有时候 你到 更正常的地方 他不可能 做一个公车站 插一支牙手 人在那担担 就在那 去 因为 那一台牙手 是没法打票的 所以 上面要有一个人 付贼给你打票 对不对 以前有人情味 有时候 阿公阿嬤 冰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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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不用钱 以前 小孩 胖起 是不是 整整头出来 找 现在小孩 胖起 报警 还找不到 我们的风气 可以变成这样 以前 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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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公 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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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黏 那种叫做 共治 共养 那种概念 但是 我们现在这种 人和人的关系 已经没关系了 消失了 有看到这种 卡拉车没有 这种又叫什么 不是空明车 空明就是中国输送 你要把它 製成空明 什么人看着空明 坐这台车 愿买 叫母车 母车要划过 对不对 轴火 以前 英畅炼 是这种窄 另外还有 犊贷 对不对 我贼到 我贼到这台车没有 还有人 踩到 丁 去蹭 life 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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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忆深刻 记忆深刻 这是这个影片里面出现的画面 以前小孩学习的车 你下车的车是不是这样 对吗 是不是 你是骑着大人的车 然后脚伸过去 踩着 踩着 因为你坐不着 不好动 又挑着用卡洞 祖国 祖国 阿祖的国 过去我们的记忆 文明社会的环境就是这样 我们不需要独立 只需要尊守国序法 可以回到正常的国家地位 我们不用独立这件事 我们看一下案例3 有民众认为不合理 因为手上拿的 明明就是台湾护照 天写申请表示 却要更改国籍 美国在台协会也指出 因为电脑系统分类 金门马祖属于福建省 民众拜美千十 国籍才会归类China 好久以来有这个 这个社局 不是他们 因为金门不 就是在不坚强 所以呢 这就是 好像明年 就 有这个问题 一直以来都有的问题 询问外交部 也只说要再研究 只是金门马祖人 本来想单纯办个签证 最后却还要为了国籍伤脑筋 答复不可惜 TV新闻总统 报道 好 你看到这个新闻 但是不一定看我 美国人很清楚 AID的人很清楚 好久以来就有这个问题 因为中华民国这个流亡政府 它现在的管辖范围就是 台蓬金马 台蓬金马 那金门跟马祖属于福建省 对不对 没不对嘛 那福建省属于哪一国 美国人把他的国籍杀中国 这样有什么不对 没不对吧 没不对啊 像那个金门议员说 不合理 对 敌人 但是是祖国 百里山泡前 叫台湾人做兵器做泡飞 泡飞 对不对 他们自己在内政 叫别人国家 严格讲起来 我们叫做战俘 因为我们战败国 战俘 找战俘可以当泡飞 就是这样 69年来 台湾人活在一个荒谬的政治想象的社会情境当中 现在还醒不过来 封选举 AIT的人很清楚 媒体有没有继续问外交部有没有 他就问外交部 外交部说我们要再研究 我们要再研究就是说 你问不到答案 因为讲清楚了台湾人就醒了 这个幻想的泡沫就破掉了 中华民国的军队在猜测 大家知道这件事情吗 知道 都猜测啊 你看看 一边 阿帕去交集 阿帕去军队在猜测 为什么要买武器 奇怪军队都已经一直猜测掉了 开始没有人要当兵了 然后你还买武器是 买起来要准备开武器博物馆吗 对了 对了 什么人买 什么人付钱 买给什么人 大家要去想 是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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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退迹象 大家要看 国家机构制度或者是业务 只要是解编整并 裁测转移民营化私营化 就是撤退迹象 在看新闻的时候要注意这个东西 台湾Google打开 Google 我教大家查 如果你有手机的话 你就这样查 你就查 行政院 然后空一格 废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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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查这个关键字就好了 好 你看 有没有 废纸 这个都是啊 废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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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分的废纸条例在101年到103年 而且在今年年初 自己上完查就可以知道了 自己上完查就知道 好 关闭 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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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查证这件事 你也做得到啦 来看 ETAG 国道收费本来是谁在收的 政府单位嘛 对不对 现在为什么会变成 远通再收 民营化 私营化 有没有 我刚才没有说 民航法修法 机场安检可由保全执行 国家的海关内 安检人员可以由 私人的公司保全来执行 护照 在事务 那个护证事务所也可以办护照 大家知道这件事吗 有的 不知道嘛 以前护照在哪里可以办 外交部嘛 这不就符合我说的 业务转移吗 这叫业务转移 这种新闻要注意看 行政院 你要上行政院打废纸案 外交部都废纸了 所以叫做修兵外交嘛 不用信 你上网查就好了 可是 台湾人看不到这个 因为新闻不会报这个事情 只有在网路上他有公布 网路是全世界畅通的 眼不见为平 眼不见为平 大家有看到这只脱了吗 有没有 没看到的请举手 没有看到兔子的请举手 不要害怕 不要害羞 你没看到你就承认没看到 在这里 有看到一只猫头鹰吗 有没有 在哪里 这边 是吗 在正中间 这里 看到了吧 他是在同一个地方 厉害对不对 大自然是厉害的 美国也很厉害 看不到不表示不存在 台湾民政府说我们日暑美战 我们能在美军占领中 美国军事占领中 大家相信吗 大家有看到吗 我们看案例是 看案例是 有一些新闻 大家要懂得去看 换个角度去看 你就会看清楚 这来牵涉到美军 在2006年的时候 其实美军 他们内部也是 这个后勤管理体系 也是有一些问题 结果他们错把 四枚 这个叫做义勇斌 洲际弹道飞弹的 弹头 其实义勇斌是可以装核弹头的 它叫锥体 就是飞弹的最前面那个弹 不知道为什么送到台湾来 但是我们那时候本来 我们那时候本来 是跟他们采购的是直升机的装备 那也不打紧 你送错了就送来 送来之后放在台南的这个 这个行情处 一个基地里头 库房摆进去 摆了多久 一年多没有人发现 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发现送错了 没有人发现送错 我们有弹头 对对对 我们有核弹头的锥体 放了一年多 放了一年多 一直到这个2008年的3月 美军自己内部清查他们的库房 少了四个弹头 结果他也不是说通知我们国军 我们国军的那个 这个库房的管理 那些阿兵哥也搞不清楚 反正这什么东西 他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弹头之类 也没有上报国防部 所以就摆在那边 摆了一年多 结果美军在2008年的3月 台湾总统大选后的某一天 三更半夜 派了一架军机 降到台中清泉钢机场 半夜 没有人知道 那这个事情最扯的地方还在哪里 美军的军包机降落在台湾的机场 国防部是不是应该知道 当然应该知道 没有通报 也没有通报 我们基地的这个连队长也没有通报 雷达什么都没看到 你听我讲完 你听我讲完 所以这个 有去蹊跷的地方就是在这里 结果这个事情 就是后来AIT的官员 在透过军中的所谓联二系统 情报系统 因为跟他们很熟 就跟他们说 你们库房里面有四个东西 是运错的 那可不可以让我们再回去 就派了这个上面是挂这个外资 这个外资的这个车子 就秘密开到台南的基地里头 然后就把这四枚弹头 偷偷运到台中的清泉岗基地 然后就飞机就飞走了 一直到隔天早上 AIT的这个代表才跟 当时的部长就是 前一位文人部长叫蔡明宪 才口头跟他报告说 我们昨天晚上把这四枚弹头 载走了 但是现在已经在太平洋了 他才发现居然有这样的事情 太松 什么东西太松 太松 太松了 来 回忆一下他刚才说的 第一个他说他没有人知道 这有没有矛盾 为什么他知道 内幕嘛 内幕嘛 他知道 好 再来 为什么降到清泉岗基场这件事情 会没有人知道 不可能没有人知道 一定内部的清泉岗 机场的内部人员知道 因为一定要知道 因为飞机在降落机场的时候 跑道要进空 一定塔台会跟他联系 至于没有通报国防部 是另外一件事情 是另外一件事情 再来 他开一个外置的车 进去到台南机场 两个都机场 把核弹头载回来 再来 他都是在总统大选 中华民国的总统 现在我们二人说 这是台湾总统 中华民国的总统 大选之前 文毅 那是文毅毅圈的没有人知道 所以再走的人死时候 也没有人知道 大选之后再走 现在中华民国的选举总统 就是所谓的当局代表人 都要被美国认可 而且在选大选的时候 都会派航空母舰 来台湾海峡 在这边等待着 为什么会这样 中国国家总理 在选举的时候 美国怎么载核弹头放在北京 没有 没吧 为什么他也能大剌剌的走进来 放在台湾 那不是军事占领 那不是什么 如果不是在美国完全掌控之上 那是什么意思 不可能 所以就金山和平条约之后 到现在我们仍在被占领当中 只是台湾人 六十九年来 我们评到现在不知道 今天让大家看这些东西 有脱开还是没有 今天就是夭割在美军站中 只不过我们觉得 我没有看到美军在楼林 美军站 为什么他可以随时飞机就来 随时航空母舰就来 为什么 中国沿岸部署2000多颗飞弹 你对这个局势 你看看就知道 我们两边对峙的是谁 所以台独四同战争 是什么人跟什么人打 不是啦 是啦 我们独立就是要脱离 他的军事占领 我们要跟他战 不然是要跟他战 我们还要跟日本战 因为日本天皇熟地 我们还要跟中国战 是因为 因为中国人在这里 他要救他们中国人 所以我们台湾人 如果要独立的话 要战争 那个战争 是要对几国 你知道吗 三国 我们外共 是这样 所以我们要继续看新闻 我们看一下案例五 直接转到三分之二的地方 就是 这是一个指 招啦 他招的恐龙 他指折的恐龙 可是你的镜头到哪里 他就看你到哪里 有没有 恐龙都能把你战 两个眼睛都在看 好吗 我论你转头走到哪里 你注意看喔 好 喔 根本 本质上 他就是凹进去的 他就是哪里下去的 但是我们眼睛在看的时候 我们的大脑 看到这种东西 会自动把它反成立体的 那是我们视觉的习惯性跟错觉 那习惯性 我们在一定的范围角度内 我们眼睛看 它都是立体摸出来的 你给你看 所以这个叫虚的 虚相 实际上本质上 它是凹进去的 可是我们以为我们看的东西 是凸出来的 是立体的 要教大家一件事 跳脱受限制的角度 我们看事情 就跳脱我们原来那个角度 我们就可以看到真相 原来事情的本质的真相 我们如果没有充分的资讯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 炼狱台湾 我们外来台湾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 什么叫炼狱台湾 炼狱的轮回就是这样 政策议题 媒体炒作 抗议游行 政治解套 政治收割 政治收割 政治收割就是参计 就是参计 就是参计 所以议题一直下来 就是这样 就是下来 你看 军中人权议题 媒体炒作 抗议游行 白山军 政治解套 当然你如果一天游行集会 那都不用解套 但是你的政治解套是什么 军中人权 洪仲秋那个事件 最后你看到的 事件的结尾就是 军的监狱 跟审判法庭不见裁册 所以军监狱 军的角角 裡面的犯人 移动到一般监狱 你上网去查这个 后来的结果就是这样子 炼狱就是认同参与流亡政府的体制 选举就是 一直在频繁的选举 一直在做分钱式的选举 大家知道 哪里投一票 六地区让人抽30块钱 你知道吗 基本 知道这件事情吧 对 这个 这个从哪里来的 对 你这是从哪里听说来的 你才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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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根据吗 有根据吗 什么根据 什么根据 你才听人说 听人说要查证 你要拿出根据来 不是收据 你要拿出这种说法的根据性 他 你这种说法到底是 编造出来 为什么是30块 是50块 而不是45块 80块 法源 法源 对 选钱就神圣的一票 投完之后 从你口袋拿钞票 对不对 这就是法源 这种说法 不是凭空捏造 就是因为 选拔法的第43条 这下来的 50票 政党票 这1票30块 所以今天回去 开票开后 請看你 在宣区 你算 中的人 那些票数都加起来 乘以30 就是你去宣区的人 要付出的代价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五都 九合一就是算这个 所以你去看 你若是 高雄市的 你看你们市長 算到市長他几票 你乘以30块 看几个議員 中庄加起来的几票 你乘以30块 你还有那个 村里長 你又乘以30块 你自己就会投三票 对不对 一个人 一个人 投票的人 对 只是 你不会 你不会直接拿给他 他是从税收制度里面去 那种的 对啊 有说 对都不知道 就是说 后来你去投票 你一票拿去 你又很高兴 逗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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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都不改变 由我 出事 你要用桥 是不是 没有一个法律的制度 来给你解决 你问的问题 来 2010年 我去中选会网站 把资料调出来 2010年的五都选举市长 这 每票乘以30块 透透加落 一亿两千万 单单市长五都 县霞市審霞市的都没算 这边就好 你看看多严重 不是乘与酒 不是乘与酒 但是 你要知道 这边花很多钱 每次的选举都花很多钱 所以选举人 你如果选择 选举的盒 是怎么要請求 他过那个短暂 他的保证金可以拿回来 他可以依据他的票数乘以30块 拿补助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不可以参加流亡政府的选举 因为你所住的每一票 无论什么事都同样 你都在政治联格里面 在生活 是这样 就是这样 所以你在支持这个选举制度 你支持这个选举制度 就是在支持流亡政府 这个机制运作在台湾的合法性 所以叫人不要去选举 叫我们穿着五岁 叫我的朋友不要去选举 叫我的朋友不要去选举 他们很艰苦 没逃不可以 因为他们都会说一句话 今天你不投票 明天没票投 要珍惜我们现在的 民主素养的训练 这不是民主 民主可以这样 可以用钱来换 可以选举人民 达到那里拿三十块钱 可以这样 美国人投票才有这样 你有看过美国人贪污 光源贪污 有听过吗 没有 很多人都没有听过 所以这个白台 就是那个制度 没有 选举制度 无论你是反对的人 还是你是战性的人 站越多的人 政治人物 他就越窄 他站越窄 他都不怕 但是有人各村离开 所有的人都离开这个制度 就是这个白台 这个人是怎样 就是这样 这原理就是这样 叫你不要去选举 是这样 所以等下下课时间 冠金更短 回去嘴 嘴 不要去倒 就是这样 你又打好了 你这样不哭 来 理性分析 我们看案例6 请你理性分析下面这个影片 我们看案例6 我们看案例6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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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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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發出我的位置 我的天啊 出發出我 出發出我 出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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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水 跟社員團是出發出發給水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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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扶起来 要一声 让族小孩 要一声 桌子 刷子下来 涂花跟苏维掉下来 他手指去 那人扶起来 还是手指去 那桌子 它走出去 这三个事情是真的假的 假的吃鸡手 你觉得假的是这三个事情 假的吃鸡手 就你的直觉判断 你认为它是假的 这三件事情是假的 请举手 放下 你认为是真的 请举手 放下 真的 它是真实的 真实的发生的事情 你刚刚不是已经看完影片了吗 它是真实的 所以 来 我给大家看 下一个影片 刚刚那个 六支 有没有六支一 有 看六支一 这人扑起来吗 另外也有超能力 有没有 你看也超能力出来 把车弄掉 有没有 有超能力 你看也超能力 再来啊 好 你知不知道我在说真的假的是什么 别受表象的欺骗 表象的背后有真相 刚刚刚的那些人扑起来 是因为后面有机关嘛 这是真实的事情嘛 任何人 如果不要超过太厉害 你去高的都会起来嘛 对不对 桌子会落下来是因为后面有机关嘛 配合那个做小孩爱一声 它就落下来嘛 桌子的造成是因为遥控有缘了嘛 对不对 这三项事情是真实发生的嘛 刚刚后面这些电推扑起 那些电推 你就知道电推是真的嘛 我问你电推扑起来 真的假的你也是跟这三电推 那个杂兰这个上下 是不是真的 它是真实发生的嘛 假的是什么 是 里面都有一个人在 鸡鸡鸡鸡 里面都有一个人在配合现象 做一个表演嘛 让你感觉有它超能力嘛 所以你看后面这些电推 你就知道分别什么是表象 对不对 拒绝媒体的洗脑 我们看一下案例7 他说这个要变魔术啦 把所有扑克牌的颜色 变成另外一种颜色 这类型的颜色 这类型的颜色 OK 现在 Sarah 可以选择任何颜色 从来的桌子 但她选择了 这类型的颜色 现在正面上下的桌子 我会请她做的 是告诉我们 哪个颜色她选择 所以这类型的颜色 我选择了 在实际上 三的碑 三的碑 OK 完整个选择 这类型的颜色 这类型的颜色 现在我会拨拨拨 颜色 面上下的桌子 做一个小点的颜色 然后 你会看到 Sara's card 现在有了 一红颜色 不特别惊论 而更加惊论 是 所有的其他颜色 都得了 红颜色 这就是 这就是 这个颜色 变化的颜色 好 暂停一下 她说 这不只是一个 扑克牌颜色 变化的模式 大家有看到 什么颜色被变化 被变化了 有吗 除了扑克牌以外 有看到其他现象吗 有没有 背景 还有吗 没有 其实我在看的时候 也没有看到 后来才知道 这个影片告诉我们一个真理 继续看下去 他说 有四个地方的颜色 已经被变更了 可是你从头看到尾 你都没有发觉 除非你眼睛很敏锐 这四个地方的颜色 都被变幻了 一开始是这样子 可是我们看了整个过程 都不知道发生这些事情 她说用一个比较广的角度去看 这个魔术 刚刚我们看的是这一支 的镜头 那我们现在是 现在看到的是 从侧面側拍的 那就看 全场她是怎么变这个魔术 她在偷换的时候 镜头是不会落在她身上 她现在镜头 一直都在这个扑克牌上面 好 好 好 这样知道 好来 本体的重点 就是在做焦点和转移焦点 今天要教大家看的就是这个 就是说 共产民国一直在做这些事情 但是我们台湾人不知道 所以 我们今天民政府的目的就是 要欢迎大家 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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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